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与2019年相比 2020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1.8岁 死亡人数增加超过52万人 2020年美国人预期寿命出现二战以来的最大降幅 根据数据 2020年的预期寿命为77岁 比2019年下降了1.8岁 是75年多来的最大降幅 数据显示男性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76.3岁 下降到2020年的74.2岁 下降2.1岁 女性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81.4岁 下降到2020年的79.9岁 下降1.5岁 有报道称 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数 占去年死亡病例总数的10.4% 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专家表示 疫情带来的不仅仅是新冠病例数的激增 根据了解 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医院无法为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 及时提供救助、护理 间接导致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上升 心脏病的死亡率上升4.1% 中风的死亡率上升4.9% 阿尔兹海默病的死亡率上升8.7% 阿尔兹海默病的死亡 阿尔兹海默病的死亡